我当时年轻拐卖了我 但是她当时在拐卖我的时候 她已经30多岁了 她觉得她自己还年轻 走错了路 但是我的妈妈32岁的时候 她就已经躺在了坟里头 我第一次见到我妈妈 我是少女朋友给她的骨头 这些都是女孩 被拐卖26年后 她终于亲手把人贩子送上了法庭 并判处死刑 她就是杨牛花 1990年出生于贵州省碧杰市织金县 当年她只有5岁 父母为了更好的生活 于是带着杨牛花姐妹俩 去往贵阳工作 父母疼爱姐妹情深 杨牛花就是家里的长中宝 在贵阳的一处城中村生活不久之后 杨牛花家隔壁搬来一家三口 由于搬来不久 生活用品还不齐全 就经常向杨牛花家借 这一来而去就与隔壁熟悉起来 杨牛花和姐姐亲切的喊对方大伯母 还经常与他们的女儿一起玩耍 却没想到有一天 隔壁的大伯母趁着杨牛花的父母外出 以给杨牛花买织毛衣的签子为借口 带走了她 直到晚上爸爸妈妈回家 杨牛花也没有回来 而这时的杨牛花已经被拐上了火车 前往1700多公里外的河北邯郸 当杨牛花意识到了不对 想要回去时 伪装成邻居的人贩子 终于暴露了真实的随点 他威胁杨牛花如果不听话 就把她从火车上扔下去 还多次虐待殴打年仅五岁的杨牛花 而且因为杨牛花是女孩不容易卖 人贩子甚至用热水烫她的头 在杨牛花和人贩子相处的时间里 他深深地记住了这个面目可怕的女人 半个月后 人贩子用2500元的低价 把杨牛花卖给了奶奶和养父 不过买她的这家人并没有隐瞒她的身世 而是告诉她是她的父母养不起她 所以把她卖掉了 之后还给她取了新的名字 李苏燕 尽管杨牛花当时才五岁 但在之前家里的温馨记忆 她并没有忘记 她一点也不相信 把她捧在手心里的父母会把她卖掉 因为是买过来的 所以新家庭对杨牛花并不友好 很小她就开始承担家务劳动 每当在新的家庭遭受委屈的时候 杨牛花就会翻出童年的记忆安慰自己 奶奶担心杨牛花有文化就会跑 于是在她13岁时 以书中距离太远的借口让她辍学回家 并在家附近的商店里打工 本以为生活会渐渐平静 可没想到村里流言刺激 说她是养父买来的童养籍 是新生父母不要的女儿 杨牛花就在这闲言岁语中长大 她无比渴望能走出这个封闭的乡村 2005年 在邻居的议论声中 杨牛花只身前往江苏的电子厂打工 在那里的她有了喘息的机会 也让她有了更多时间回忆被拐钱的记忆 但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自己的记忆中爸爸妈妈十分恩爱 姐妹关系也很融洽 怎么会养不起她把她卖掉呢 于是杨牛花产生了去寻找新生父母的念头 但是迫于生计的压力 这个想法始终没有得到实施 直到2012年 杨牛花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有了疼爱自己的丈夫和公婆 她才终于敢对家人说出了这一切 于是在丈夫的支持下 杨牛花开始了寻亲之路 她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注射了账号 在个人信息中尽可能多地留下 记忆中和家人有关的情况 同时上传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也到公安局采写备案 然而现实却给杨牛花泼了一盆冷水 寻亲的信息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反馈 但是杨牛花也并没有放弃 2021年4月 朋友和志愿者提出 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试试 于是杨牛花开始在网络上 发布自己的寻亲视频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视频发出没几天就有人联系了她 她说杨牛花很可能是自己的堂姐 对方说的其他信息 也和杨牛花提供的几乎完全一致 于是远在贵州的姐姐杨桑英 立刻联系了她 杨桑英看见杨牛花的时候 就知道这就是自己的亲妹妹 因为她长着和爸爸一样的一双眼睛 经过DNA的对比 俩人果然是亲生姐妹 2021年5月 在被拐26年之后 杨牛花终于回到自己记忆中的家 姥姥 二姨 三姨 姐姐都穿着苗装 在村口迎接她 还为她的归来点上了鞭炮 这让杨牛花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当她想要见一见父母时 姐姐就告诉她 父母已经不在了 原来自从她失踪开始 爸爸妈妈就散尽家财 每天睡在车站 只希望能看见带走她的人贩子 找回自己的女儿 在这样重大的打击之下 原本性格温润的爸爸开始酗酒 妈妈的精神也变得不太正常 竟然会独自跑到大山上 说自己听到了杨牛花的呼唤 要去找她 短短三年的时间 杨牛花的父亲就离开了人世 紧接着不到半年 母亲也撒手人寰 那个时候杨牛花的父母 也才三十多岁 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是三十二 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是三十八 之声着杨牛花寻心的 除了对父母抛弃自己的埋怨 还有这么多年被虐待的委屈 她想把自己受的苦告诉父母 别想当回曾经那个 五岁的调皮的小女孩 可是一切的希望都消失了 我就等着回去想给父母讲 我想埋怨他们几句 我想说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找我 你们知道这些年 我是怎么摇着眼 长大长到现在的 我是玩了多少个新眼子 我是挨了多少吗 挨了多少的 挨了多少的流言蜚语 然后再活到现在的 我都想给他们说一下 刚刚找到家的启悦 和父母全都去世的悲愤 让杨牛花一下子 从天堂到地狱 寻心之前 对父母所有的期待 全都变成了泡沫 想到父母为了寻找自己 早早离开了人世 杨牛花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当时拐卖他的人贩子 绳之一发 为了找到人贩子的线索 他找到了曾经联系奶奶 卖他的中间人王国富 但是中间人并不想告诉他 人贩子的名字 只说出了一个小鱼 听到这个名字 杨牛花立刻说出了一个名字 鱼华英 这个脱口而出的名字 也让杨牛花震惊不已 原来这么多年 这个名字一直埋藏在 自己记忆的深处 五岁那年 在自己被拐等待买家时 来到人贩子的男人众多 杨牛花听懂了其中一个名字 那就是鱼华英 但是当时的他 还不知道鱼华英 就是这个人贩子的名字 警方立刻找到了王国富 据王国富所说 自己并不知道鱼华英在哪 只知道鱼华英和一名男子 曾经在云南 因拐卖儿童被捕 但是经过调查发现 符合这个条件的 只有一个叫做张云的女人 不过 警方还是把张云的照片 传回了贵州 2022年6月 贵州警方为杨牛花 提供了十几张照片 让他指认 他一眼就认出了 当年那个虐待他的人 就是那个自称张云的女人 于是 二十多天后 警方将涉嫌拐卖的鱼华英抓获 经过审讯发现 鱼华英在1993到1996年 供拐卖儿童11名 甚至包括自己的亲儿子 造成了八个家庭的破裂 2023年9月18号 贵阳市中介人民法院正式宣判 鱼华英被判处死刑 同月 杨牛花拿到了法院 对鱼华英的判决书 第二天 他就回到了父母的坟前 将判决结果 大声读给父母听 希望父母听到这个消息 可以安息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冠 带你看 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 对你有没有来的一样的人生百态